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全职房车旅行已经一段时间了 那衣食住行我们都是在房车里来解决的 必然我们会遇到洗衣服的问题 那洗衣服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那我们买房车的时候呢 就特意挑选了一个带洗衣机接口的房车 那卧室的这个空间呢就是放置洗衣机的地方 这块空间正好能放置一个洗衣机 那是洗衣机接口 我们所要做的事就变得简单了很多 买一个尺寸合适的洗衣机 然后给它连接起来就好了 主要就是上下水管 一根冷水管,一根热水管 还有一根是下水管 把电源连好之后就可以洗衣服了 那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管子和电源都已经接好了 只要把洗衣机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 Okej 这个洗衣机放在里边尺寸是正好 其实大部分营地都有洗衣房 里边一般都设置有那种 就像公寓里边用的那种投币式的洗衣机 但是我们中国人一般不太喜欢 也不太习惯于使用那种公共的洗衣机 所以还是自己家的洗衣机比较干净 也比较放心 也比较方便一些 现在就开始工作了 在进水了 今天洗的是被罩 我们买的是一个全自动的洗衣机 这个洗衣机是带甩干的 但是不带烘干 当然我们这上面还有一块空间 可以配置一个小型的烘干机 这看以后的需要吧 我们目前是洗完了衣服之后 甩干之后然后晾起来 我们现在这个洗衣机放在这个空间里边 尺寸是正合适 但是唯一不足的是 这个挡板造成这个高度不够 然后我们现在开门的时候不能全开 但是呢 开到这种高度的时候呢 往里边放衣服和取衣服都是没问题的 只是不能完全的打开 哎呀 这个笨 对 对 取衣服有点费劲 对 取衣服有点费劲 哎呀 取出来了 好了 是不是双层啊 嗯 因为这个架子太小 它搭地下来 那也可以稍微再弄 就这样吧 先就双层吧 哎呀 你撩开呀 你撩开 稍微大辣一点 小单点这样就行 那你双层 那也是双层啊 那不还是双层吗 对吧 那不就干的快一些吗 哎呦 翻过来啊 好吧 you always right 对啊 这边拉地了吗 那你刚才都弄了个你没长那什么呀 你看见了你都往上提提不就完了吗 这种都要发出去的 小心吧 你 那就是你是机器人啊 你说的话都会被发出去的 那咋的呀 你干我打官司啊 你干我先 好了 就这样吧 一个是我们没有烘干机 再一个呢 今天阳光也不错 所以我们就晾在外边 这样干的快一些